所謂的煽動叛亂罪是不適用在香港的 英治時期寫什麼? 女王閉下 好,謝謝 合謀及王國政府 好肯定,現在的香港法例第二百章 有關於反港獨的法例,現在亦是適用的 因為根據《香港回歸條例》和《適宜及通則條例》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情況下 和九七前有關香港的所有法例涉及提及英女王閉下 皇室、英國政府等等的時限 都自動會過度變為中央政府 所以香港法例第二百章的叛逆罪、意圖叛逆罪 和煽動罪裏面所指的保障主體 已經由英女王閉下或英國政府 變為中央人民政府 即是我們祖國的國家安全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做的沒有問題 亦都不會違反這個叛逆罪、意圖叛逆罪或煽動罪 在此,肯定各位 亦都呼籲各位去諮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其實因為這個叛逆罪和意圖叛逆罪 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的話,可以判處終身監禁的 真意提供